在华强北啊 什么东西都不能太火 一旦你火起来 马上就要遭殃 就比如这个 苹果的耳机 二泡泡泡泡 这是一个华强北版的 也是一个最高版本的1521芯片的 目前的话也是比较火 非常的火 这耳机冲的是马上横扫了华强北啊 天花板级别的1521芯片的 那的话你这个山寨品你也不能太火 山寨品你一会儿马上用出来一个山寨种山寨品中的山寨品 那么如何区分你买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山寨品呢 现在的话咱们就去划江北啊 看一下这个 但故老板娘是怎么叫咱们区分的 老板娘现在哪个耳机最好 你要二代三代呀 三代吧 三代三代 三代又562a呀 哪一款 五的 这款目前最好对好在哪里这个 然后第一的话 它是45毫安的干壳女扣电池 女后干吃 都不去那不都女后干吃吗 不是他这个毫安要大一点吗 可以续航8到10个小时吗 发到10小时那么夸张 对 然后仓的话 我们用的是300350毫安的 一般很多市场上的用的都是280毫安 怎么看怎么区分 只能拆 不用拆 你只要使用的过程中 他看到电量他就知道了呀 电量续航的长一短 你使用的话肯定是知道的 如果不耐变的话 他很快的话 就会没什么需要我给你 怎么分辨是真的假的 如果你怕你粉丝踩雷啊 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一个 互联系细的一个二维码的安卓手机什么信息 这有什么用 这个的话 你按着手机的话 直接下载下载这个软件 你连接这一台耳机 他里面的话 它是可以测试 测试出来 他是不是1562a的一个 芯片 是不是夜虎的主板 找这个马下载是吧 对 只有夜虎的话 他才可以测试出来 其他的不行 假的 测不出来 不是要我用了 假的显示什么 假的的话 连接不上 人家不上 哎呀 这么神奇 是 就算你拿到的是真正的15121耳机 但是的话 你的希望也不要太高 希望越高 失望越大 应该是他房品就是个房品 永远替代不了原装的 总要我下个的话 又差了好几倍 像这种就要咱们日常的话 听个歌 看个视频的话还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勾用 一音质的话也不差 还带着个将道 还是不错的 但是的话 你非要就和原装的比 没有科比性啊 这是一个级别的